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早的去卖出 如果说你有财神大财神 你会在8号就知道就见顶了 因为8号出现了KD9加KD9 然后之后开始出现下跌 如果说你有强热信号红卖圈 你会在13号知道要下跌了 这是顺序 然后之后如果说你有虚实王 你会在13号 一样的13号出现这个卖点 第二次的卖点出现的是在21号 蜡烛变成青色 所以说根据你所拥有的产品不一样 你收到的信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大财神它属于左侧的交易系统 它会在上涨的末期 下跌的初期给你出现信号 在没有下跌之前出现这个买入和卖出信号 所以它是比较快的 当然的买入的问题不是那么大 卖出的问题是比较大 多数会因为贪心要卖出来 或者说早卖少赚很多 那么大财神软件可以精准的去捕捉到高点 能够让我们及时规避风险 我们看一下7108Pudana 它的在两次出现9之后都出现了调整 当然第一次调整的比较比较少 第二次到目前为止你发现它从4.8已经调整到3.4 其实已经跌的蛮多了 如果说你有大财神软件的话 在没有下跌之前 19号就已经发现了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衰竭信号 如果说你有强热信号呢 你可能会在25号才知道 如果说你有趋势王呢 大概是22号就出现了青色 就是这样子的 无论你按照什么系统交易 那么都是可以让你卖完了之后 开始出现真正的下跌 当然这个是下跌了一两天之后 这个趋势王出现了卖出点 大财神呢就是刚好在没有下跌之前 就已经是提出了这个卖出 它已经出现了卖出结构 这样对于大多数来讲呢 很难做到在左侧卖入 买入和卖出 很难做到没涨之前呢就开始介入 没跌之前呢开始卖出 尤其是在没有下跌之前卖股票这回事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他认为股票没有下跌呢 就没有卖掉 但是呢 真正的高手都是卖在上涨的末期 或者是卖在下跌之前 那么大财神呢是一个非常棒的软件 可以帮助我们真正买在上涨之前 卖在下跌之前 例如说768呢你可以看到 它在出现原理9之后呢 第二天见高点然后开始一度下跌 然后在下跌的末期呢出现原理9之后呢 开始止跌之后开始出现一波上升 无论对于个股还是指数呢 都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对于中短波段的一种震荡 中短波段震荡的一种股票呢就非常有效 如果有兴趣呢我们可以来现场了解 或者说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交流